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别人的生活中 而应该把时间用在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上 比如说学习 玩乐和家人朋友相处等等 我们需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把握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并且不要让别人的生活决定自己的生活 要有自己的主见和决策能力 所以让我们好好地运用时间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让自己的生命更加有意义 贾波斯 求之若鸡 虚心若愚 即使我们知道很多事情 也不要自以为是 而应该像个愚蠢的小孩一样保持好奇心 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 因为只有保持好奇心 才能不断地探索世界 发现新的事物 也才能不断地进步 所以我们要像个孩子一样 对周围的事物保持好奇心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尝试 才能变得更聪明 更有才华 即使我们已经懂得很多东西 也要谦虚 保持好奇心 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 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贾波斯 你不可能有先见之明 只能有后见之明 仍无法预知未来 只有在事情发生后 才能知道哪些决定是对的 哪些是错的 所以我们不能依赖先知能力来做决定 而应该根据现有的知识和经验 来做出最好的决定 也就是说 只有等到事情发生后 我们才能从中学习 得到经验 才能做出更好的决定 所以我们不能害怕犯错误 而是要积极地去尝试 从错误中学习 成长和进步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聪明 做出更好的决定 贾波斯 让我们创造明天 而不是去想昨天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应该专注于未来 不要一直想着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无法改变 所以要往前看 专注于创造未来 只有把握当下 努力地学习和成长 才能够为未来打好基础 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所以 让我们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未来 去迎接新的挑战 去创造更好的明天 我们要勇敢地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并且相信自己的能力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只要我们有勇气和决心 就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未来 贾波斯 消费者通常要看到产品 才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当人们想要买东西时 通常需要看到产品 才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是因为人们需要看到实际的东西 才能够感受它的外观 功能和特点 并且判断它是否符合自己的需求和喜好 因此 当我们要做出选择时 我们需要先了解自己的需求 再去看看市场上的产品 才能做出最好的决定 所以 当我们要买东西时 不能只依赖别人的建议或宣传广告 而要自己去了解产品的特点和优缺点 并且考虑自己的实际需求和预算 才能买到最合适自己的产品 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利用我们的钱和资源 并且满足我们的需求和期望 贾伯斯只有疯狂到认为自己能改变世界的人 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 只有那些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 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 这是因为这些人有非常强烈的信念和决心 他们相信自己的想法和行动可以影响到世界的变化 他们通常具有创新和冒险的精神 敢于挑战现状和与众不同的想法 并且不断地学习和进步 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如果我们想要改变世界 就需要像这些人一样 勇于接受挑战 拥有自己的想法和信念 并且不断地努力实现它们 当我们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时 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和勇气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贾伯斯帮我做出重大决定的最好工具 就是知道自己快死了 如果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就会更容易做出重要的决定 因为你会更加珍惜时间 并思考哪些事情最重要 换句话说 这句话提醒我们 要善用时间真心每一天 并且做出对自己和别人都有好处的决定 贾伯斯 不能只是客户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等你生产好了 他们又想要其他东西了 当我们为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时 不能只照着他们最初的要求来做 因为客户的需求可能会随时间变化 我们需要主动了解客户的需求 并在产品或服务设计中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变化 以满足客户长期的需求 换句话说 这句话提醒我们 要为客户提供更全面 周到的产品或服务 以赢得客户的信任和长期的支持 贾伯斯 如果我们不吃掉自己 就会有人把我们吃掉 如果我们不努力自我改进或进步 就会被其他人超越或取代 就像生物界中的食物链一样 热肉强食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这句话提醒我们 要保持进步和自我提升的动力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和获得成功 希望苹果教主的智慧果实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收看 下次见 欢迎订阅